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打乱了我们许多人的生活 一时之间,我们大家都要学习适应一种新生活、新常态 当学校、公司都纷纷关闭时 我们是否还该追求过有效率的生活呢? 或者当全世界放慢脚步时,我们也趁机散漫下来呢? 以福所书第五章,劝勉我们说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向愚昧人,当向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其实,人的被造是带有人生目的的 《创世纪》第1章28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在造人时,是有使命要人完成的 耶稣也叫信徒要结果子 各位有时会不会觉得奇怪 为何有时没犯什么大罪,却觉得受控告 或是心里总有一股烦闷感呢? 原来,若我们没有活出神为我们定的人生意义 我们便会受控告而不喜乐的 相反的,当我们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时 自然就会喜乐且有满足感了 因此,人的效率也可说是对神的忠心 按照世界的定义,效率指的是一个人做了很多事 或他的生产率为公司带来了很多盈利 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忙不代表他就是有效率的 人不但要做事,更是要做重要和对的事 即是做神要我们做的 完成神的使命以荣耀神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说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这就是在神眼里的有果效的生命 真正的果效就是在所做的事上荣耀神 其实,神是很看重我们对祂的目的和吩咐的中心的 我们人很容易受控告,很容易累或烦 但遵行神的喜乐却会给我们动力 其实,如果大家好好观察和确认 我们若不顺服神,反而放纵私欲,体贴肉体 到最后我们会更烦,更累的 虽然有时在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时 也会辛苦,会累,会需要牺牲 但当我们有确据神喜悦我们所做的时 我们身心灵都会恢复能力的 所以,在这个时刻,当我们平常的规律被打乱时 我们更是当祷告,要如何在这个时刻 更加忠心地做神恩赐的好管家 并且,因为神如今仍然做工 所以,我们也当继续有效率地与神同工 尽管世界因着疫情有些瘫痪了 我们的上帝依然在做工 依然在使祂的计划前进 因此,我们也不能因着疫情很多东西不能做了 就为自己找借口,让自己散漫下来 其实,我们的效率反射了我们内心真正的动机和动力 如果我们一来只是跟着世界走 或是活在人前而已 那当这个世界停顿时 我们也会跟着松懈的 但,若我们内心的动机是要讨神喜悦的 那我们会愿意继续寻求神要我们做的 且忠心有效率地做 因此,我们要思想 在这疫情该如何忠心度日呢? 其实,当这疫情打断我们平常的生活时 正是好机会 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人生的关注 使我们再次将最大的注意力给最重要的事 当我们谈到有果效的人生时 我们不能忘记 原来神才是一切果效的源头 若我们不倚靠神 不忠心建立与神的关系 那我们的人生是不能有效率的 事实是,如果一个人从来跟神都没有关系 那他一生可算是白活了 因为今生一切来自人努力的成就 都不能使人的罪得赦免 不能免去罪的刑罚 也不能使人得永生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话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我们是该先寻求神 为他而活的 我们若要过有效率的人生 不是单要祷告 而且要在一天起来时 第一件事就是祷告 不是等到忙完我们要忙的事 才来祷告 唯有这样 我们才会从神得能力 来过有效率的生活 且知道该着重哪一件事 和省略哪一个事项 以致我们不会突然劳苦 但当我们说到要关注最重要的上帝时 这不是说我们就必须忽略其他的 但当我们在顾及其他事物时 乃是要以神为中心 让神参与 更是主导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细节 也就是说 当我们读书 工作 照顾家人 忙着家务 休息等时 都要以神为主 为中心来进行 这样才会更有效率 另外 在这个疫情里 我们要顺着主的带领 而灵活变通 当情况改变时 若我们依然死板的 要跟着以往的模式来生活 难免会觉得心烦 或是做不到时就感到内疚 比如若这时因为同事们都在家中上班 无法像平日一样很快地跟进工作 或推动工作进度 人或许就会觉得心烦意乱 但时常看见神的人会冷静思想 到底神许可现在的光景 是想我们调整什么 改变什么吗 或许平时一直出外 没有集中的时间参与孩子的学习或成长 现在正是好机会 能多享受孩子带来的乐趣 也多蒙恩的影响孩子 更是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 或者现在在家中时间多了 就可以开始多花时间与神独处 或是多发简讯 关怀肢体 或是多做运动 或是多补回以往失去的睡眠等等 蒙恩的人是 上帝为我们制造怎样的机会 就把握那机会 不会浪费甚至在危机中蒙恩的机会 弟兄姐妹 虽然这疫情使我们不能做某些我们一般能做的事 但却也有新事是我们可以做的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闲懒 而且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乃是我们有否对神忠心 如果你做了很多事 但都不是神吩咐你做的 那便突然了 神不但是在意我们做了什么 做了多少 更是在意我们所做的意义何在 有否配合神为我们定的人生目的 盼望今天 神亲自指教我们每一个人 当如何在他面前忠心度日